更新医院安康院区6月12号起到16号 举办辅满安康淘宝州爱新义卖活动 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 邀请民众到院区一楼大厅响应爱新行列 而义卖所得将会用来帮助弱势病患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因为疫情缘故 原本每年都会办理的义卖活动停办了两年 而今年在解封之后将重新回归 目前正在募集义卖物品 民众家中如果有全新或是九成新的包包 日常用品等等 安康院区都欢迎大家可以割爱捐助异卖 不过也要提醒因为人力不足 这次不修衣服 我们大概是希望能够就是募集到全新或九成新的这些物品 像是有一些电器啊 或者是有一些家用的物品啊 配件啊或者是一些皮包啊等等这些 那我们这次可能会稍微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这一次暂时不收衣服 对因为以往可能衣服送过来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可以整理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社会服务室组长张慧明表示 意卖所得将会用来帮助弱势病患 期盼社会各界踊跃加入爱心行列 我们这个意卖所得会入到我们医院有设置的一个爱心基金 那这个爱心基金我们专门就是提供给就是比较就是经济弱势的病患 就是这些经济弱势的病患他来医院就医 不论是在门诊或住院如果他有经济上的需要 那我们会透过社工的评估 然后去运用这个爱心基金来帮忙他们 福满安康淘宝州爱心意卖活动 从6月12号起展开到6月16号为期5天 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欢迎民众到安康院区一楼大厅选购 记者视频者们齐新店采访报道